The Thousand Island Poetry Association held the celebration of its 40th founding anniversary and 12th officer's induction ceremony. 菲律宾千岛诗社举行庆祝成立,四十周年纪,第十二届职员就职典礼。 2024年2月18号中午,菲律宾千岛诗社,假作华裔文化传统中心,举行庆祝成立,四十周年纪,第十二届职员就职典礼。 同场还举行第六届非华现代诗讲堂开幕礼,第六届非华现代诗展,以及千岛诗社诗友新书发表会。 菲律宾华校代表、华友联,以及友好团体代表等出席典礼仪式。 名誉社长王仲皇担任大会主席,他在致辞中总结了该社四十年的不平凡里程, 希望诗社在新的时代能够继续发扬光大,为非华文学做出更大的贡献。 他对于过去两年社长苏荣超的心情付出给予高度评价, 并期望诗社同仁持续支持新界的工作,共同守护传承非华现代诗的温馨家园。 荣誉社长吴子虞担任监事员并见证异性移交。 新界社长苏荣超在就职演讲中表示,千岛诗社一路走来始终如履薄冰。 除了感谢历届社长的带领和指导外,也要感谢社里全体同仁的精诚团结。 千岛诗社将持续坚守初心,致力于爱诗、读诗、写诗的使命, 并将透过多元媒介,如微信公众号、脸书,以及线上和线下的谈诗, 与世界各地的诗友共同交流,见证诗的美好。 来自台湾的诗人方群,担任现代诗讲堂主持人、华语青年联合会会长曾馨叶致辞。 期间赠送感谢盾牌与前任社长、议任主编、公众号编辑以及主讲人, 然后颁发千岛四十周年诗人奖。 活动基金的新书发表会,展示了千岛诗友在新冠疫情期间的创作成果, 其中包括千岛诗摄主编的《梦与不梦间》、千岛新世代十年诗选、 阿战的云淡风轻、小军的想想、后卿的英、诗文志的抱抱、 耶子的《我们一定要且放口罩》、苏荣超的《诗写菲律宾》以及《马尼拉凝望之外的惊喜》。 随后,诗摄向华语青年联合会、旅飞各校友会联合会、 《菲律宾靖江同乡总会》、《菲律宾华文学校联合会》以及《菲律宾华文作家协会》等赠送图书。 现场还有朗诵、二鼓演奏和唱歌助行。 副社长陈嘉奖致谢慈, 副社长张琦介绍现代诗讲堂和主讲人, 副社长郑志清介绍非华现代诗展, 潘伟廉、黄嘉兴、蔡奇米担任思宜。 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